北京时间7月28日 美联储宣布再次加息75个基点 将利率上调至2.25%至2.5% 美联储再次加息对全球经济影响几何 对此记者联系相关专家 专家表示美联储加息后 虽能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 但对全球的经济恢复和增长都会产生影响 第一它肯定是抑制通胀 通胀到9.1了 那么这个加息以后会抑制需求 那么这样的会反过来 这个对价格产生影响 不只是对美国 对全球的这个需求的情况都会有压制 这样的这个从一定程度上 能够缓解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 这是个翘翘板 它既然抑制需求 那么整个经济增长都会受到压制 那么也就是说 全球的经济的这个恢复和增长 都会受到影响 那么加息的幅度越大 频次越多 那么这个影响也就会慢慢就会越大 专家表示 美国的高通胀促使美联储加息速度快 密度高 据相关数据显示 3月至5月 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 连续三个月在8%以上 6月CPI同比增长9.1% 涨幅创进41年新高 那么这一次呢 就是第四次加息 这个也是75个基点 它是一次比一次快 而且密度会越来越强 那么表现出它是这个 急于把这个通胀要压下去的这么一个 一个思路 或者说这么一个态度 那这个 当然从这个通胀的情况来看 也确实是 这个6月份已经达到了9.1% 所以说这个美联储作为这个政策部门啊 这个压力会非常大 美联储加息对中国货币政策有何影响 专家表示 美联储加息后 中美之间的利差快速缩小 中国央行将承受更大的外部压力 美联储不断的在加息 那么和中国央行这个货币政策之间 这个差距在大大 那么中美之间的这个利差呀 在快速的缩小 那么对我们那个外部 这个影响会比较大 特别是这个人民币的汇率呀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的央行还会承受更大的这个外部的压力 也就是说我们本身 国内货币政策的这个空间呀 也在收窄 这是受外部影响的结果 近期 全球多国央行紧随美联储步伐 选择加息以应对通胀 中国央行下一步货币政策导向 引人关注 对此 专家认为 目前中国通胀处于正常水平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 没必要跟随美联储的脚步 但仍要警惕输入性通货膨胀 那么中国因为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呢 应该说在第一季度 影响是最为明显的 但是呢 实际上第二季度之后呢 就走出了一个B字型的这样的一个GDP的增长 而且在2020年就已经实现了 这个全球唯一重要经济体的正增长 因此我们会发现在当时 我们其实就没有 陷入一个像美国或者说 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那样的一个货币大放水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本身我们的利率就是正常的 所以不存在 比如是前期不存在一个说 又重新要利率正常化再加息 那么至于从总体的通胀的形式来看呢 应该说 在全球目前通胀高企的一个情况下 中国的这个通胀的控制 应该说还是从目前来看 还是比较正常的 当然呢 我们还是要警惕这种输入性的通胀膨胀 觉得我们是不太可能 跟它就是跟随或者同步 而且没有这个必要 嗯